隨著音樂一連秀出好幾招拿手地板動作 年僅18歲的許富雅霹靂舞國手選巴賽 拿下輕女組金牌成人女子組銀牌 讓她成功取得2026年 名古屋亞運培訓選手的門票 我一開始學HIPHOP 然後我在HIPHOP那行下課之後 偶然看到Breaking這個課程 然後就看到教室裡面的那些學生跟老師 就是做一些撐的動作 然後在地板上滾 然後我就覺得跟我那時候看到體操很像 然後就是有那些地板動作 然後就覺得很帥 他可能需要音樂性 可能需要原創 可能需要身體強度 有很多東西 就是你今天就算完成一場比賽 但其實到了隔天 你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要加強的地方 所以其實就會一直是出一個 我永遠還不夠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一直想要練下去 埋頭苦練跳出自我風格 更寫下新紀錄 順利進入台師大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成為全台第一位以霹靂舞真審入學的提保生 更顯見霹靂舞逐漸受到認同 加強部分可能就是招式的部分 就是基礎的部分沒有打得那麼扎實 然後現在就是回去打基礎這樣 希望下一屆亞運可以代表中華台北出賽這樣 2022杭州亞運還有2024的巴黎奧運都把霹靂舞這項 納入了正式比賽項目 就連2026的民股亞運也已經確定納入 也讓台灣民眾開始重視到霹靂舞這項運動 大眾對於霹靂舞的認識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包含越來越多新聞在報導 比較希望的是說能夠讓大家怎麼樣的情況下 讓大家再踏出那一步去真的去接觸這件事情 例如說可能也許向下扎根在國小或者是國中 上次亞運的話比較多看到的是自己跟奪牌的那些選手的差異性 本來就是為霹靂舞這老師 所以就是讓自己走過這段之後看到更多東西 帶給自己也一起帶給未來台灣的新生代 練舞至少15年更跳上杭州亞運舞台 劉承德雖然在16強遭淘汰 但吸取國際大賽經驗要傳授給更多學生 從街頭跳到亞運奧運 霹靂舞拋開過去負面標籤 現在更從國小就開始培訓 把完整的霹靂舞的技術打完 它要三年的時間 那如果慢的話可能要到五年 那它把技術打完之後 它還要有一些想法的變化 那可能出國看一下其他國家的 那再去內化之後 那可能要再個兩三年再做消化 其實就是霹靂舞這三個是主要的評分項目 並沒有一個說你做到什麼動作可以拿幾分 但是就會變成是這個評審他自己的內容 霹靂舞項目第一次登上五環殿堂 在巴黎奧運登場 我國好手孫正取得資格參賽 就連這一次的賽事主席 也是來自台灣的陳柏鈞 有一些這些年長的選手 其實他們發明了很多動作 甚至說你會看到很多動作 其實就是他們的招牌的招式 難度也非常的高 那相差可能二十歲的年齡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些年輕選手 可能曾經一度非常崇拜這些稍微年脈的選手 那也曾經可能稍微學習他們的動作 再將這些動作發揮自己的創意變化 可能也讓難度更提高 而變成他自己的動作 這就是霹靂舞好玩的地方 七年前就開始籌備 從制定規則 臨選裁判等 都靠著多年經驗累積 把街頭文化帶向國際 更要讓大家看到台灣霹靂舞的實力 TVBS新聞王華麟聯制 九尾軒台北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in